來玩這款遊戲 鍛造屋的物語 就進來啦 進來的時候就直接錄戰鬥了 立繪是做得相當好的 這樣看起來是一款很有品質的遊戲 這遊戲預計在10月份推出 有沒有很期待呀 但是這遊戲有點乾呢 不能說有點乾啦 是玩得到越後面越乾 不過衝了這個立繪會 那麼香的角色 來繼續 做得很好的其實 還可以推回去耶 這邊還可以看到角色 我先換別隻看看 怕那隻怪很快就死掉了 我喜歡那個紅頭髮的妹子 請問姑娘 你的方名叫什麼呢 好 白色帽子的少女 好名字我喜歡 男生叫做奧斯卡 奧斯卡 男的叫奧斯卡 那女的咧 叫瑪莉亞嗎 單手劍就是進戰了 也行 没了 他就一直滑動作施放而已喔 相当容易理解的游戏 然后主要就是打材料来做物品 就符合他游戏名称的锻造屋 如果你是喜欢玩策略游戏的朋友们 应该会很喜欢这一款 如果你刚刚好每一天的工作不是那么的繁忙 那这款就绝对适合你了 我从评论圈那边大概看了一下说 扫荡一天就是十次免费 之后就是要花石头了 然后上限总共一天的扫荡上限就是25次 之后就是全部手动打 抽角色了 那日系的游戏应该一开始在开服奖励都给的还不错 我来看一下这款是不是一开始也有十连抽 哇要继续打关卡 看一下邮件 哇给材料 十连抽还真的有 有一位SR的角色 来吧 这边实验抽SR一张确定 这个我没有 抽这个有失业线的好了 看起来就很香啊 一定要抽它 不抽不行 对不起 我的主失业 拉一下 有没有彩色 好像有耶 就是 SSR是金色的ho 这角色很香耶 而且去看到他事业线吗 他是有不了不规则 對,這個Flavia也會在這裡工作 好啦 全部都妹子 來打個一場吧 最後一場 這個就是造武器出來的卡牌嗎 輸出沒有很高 太好了 等一下 我們要看一下SS 喔 她要湧上時間 我都先待機啊 我要看那個妹子的大招 這邊可以調整視角的 好近的視角喔 這視角就很香啊 那這次就用這個比較近的視角 這邊是很強欸你 這隻呢 駭蟲褪製 他要湧唱 哇 你知道為什麼要打那一邊嗎 因為我怕輸出太高把旁邊這兩隻怪給打掉 這樣SSR沒辦法開大招 小正妹 我整個視線都盯著你 你知道嗎 這樣子 他還會打空欸 真的是如評論區的玩家講一樣 一開始玩你真是充滿新鮮感 真是非常好玩的 來囉 好強喔 好兇的妹子喔 好兇的妹子喔 欸 他又流下來欸 這是什麼 雨火還是什麼 流出兩個彈道 好兇的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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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看裡面的限時間兩三個鐘頭的話 這遊戲可能對你來講 大概就80分以下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這款遊戲還是不錯 可以當做一款大作級別的遊戲去做期待喔 好吧本支影片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